这个男人时运太低了 他经常被鬼跟着 但他并不知道哪些是人哪些是鬼 这天他走上一栋闹鬼大楼 大半夜竟然有三个小孩在玩耍 突然间三个小鬼又消失不见了 警察辉哥只好来到报案人家里 报案人说每晚有红衣女鬼跳楼 辉哥立马走过去跳楼地点查看 半路上他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可是根本没看到人了 他开始有点疑惑 来到走廊上 发现有个女人正要跳楼 辉哥立马冲过去 没想到那女人突然又回来了 他被吓了一大跳 再定神一看 那女鬼突然开始微笑 最终还是掉下楼去了 然后化成了灰镜 而这个女鬼竟是辉哥的表妹阿珍 他知道辉哥能看到鬼 就请辉哥救他男友阿强 然而辉哥去找阿强却找不到 因为阿强去鬼屋了 阿强的学生非要去鬼屋 他不放心只好跟着去 而且他听说女友阿珍的鬼魂也在这里 这个鬼屋是一所学校 当年高架桥上一辆大巴出车祸 刚好砸到这个学校里 而车上几十人全死了 这所学校也变成了闹鬼的学校 这次鬼屋探险活动是电视台举办的 他们请来了神婆三姐 神婆进入鬼屋开始做法 顿时屋子狂风大作 那个女鬼阿珍真的出现了 接着她上了神婆的身 跟男友阿强对话 女鬼有点生气 因为那些女学生总是缠着阿强 女生们很害怕 全都逃出门外去 然而刚出门就看到了鬼火 大家吓得四散而逃 一个女生偷偷跟着老师阿强 她说自己爱慕阿强已久 说罢就抢吻了她 阿强一把推开让她赶紧离开 而女生不知道自己惹祸了 她走着走着迷路了 来到一个房子前面找人 却不知身后有个红衣女鬼跟着她 女生被女鬼吓得落荒而逃 可是脚却绊了一下 直接从山坡上滚下来 她的头撞到一个石头当场死了 等到其他人找过来 只看到女生的尸体 神婆念咒语让死者安息 可是她还是睁开了双眼 一副死不明目的样子 警察接到了报案 辉哥就带着助手小杰来现场调查 然而辉哥看到了死者的鬼魂 女鬼告诉了她真相 原来昨晚是有人假扮成红衣女鬼吓人 却把女生吓死 于是警察把嫌疑人抓不起来 人扮得假鬼害死了人 而真正的女鬼却没有害人 那个女鬼阿珍又来找辉哥 辉哥终于弄清了阿真的事情 十年前阿珍和阿强是同一所学校的老师 然而有个叛逆的女生小明总是骚扰阿强 还在角落里抢吻她 这一切都被阿珍知道了 于是阿珍就在课堂上指丧骂怀 说有些女生不知廉耻 就是喜欢找有父之父 小明当场被激怒了 她一拍桌子就跑出去 阿珍赶紧跟着小明 两人来到天台上说话 实际上小明有心理疾病 还有狂怒症 她大骂阿珍又老又丑 根本配不上阿强 阿珍就生气了 说你这样叛逆怎么回事 这样下去会被学校开除的 明天让你妈妈来学校聊一聊吧 小明越想越气 开始大骂阿珍 阿珍气得转头就走 没想到小明突然从天台上跳了下去 当场死亡了 这个事情让阿珍很抑郁 后来有一天她搭车出来散心 却遇到了车祸 那辆大巴车直接从高架桥摔下去 车上所有人都死了 转眼十年过去 警察辉哥弄清楚了所有真相 他和助手小杰找阿强出来吃饭 然后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了阿强 阿强对于小明的死也心存愧疚 就来到小明家里探望 这个家里只剩小明妈妈 小明妈让阿强不要再愧疚了 所有事情都事出有因的 她也后悔以前没有好好教育小明 突然她好像察觉到什么 就让阿强赶紧离开 在阿强出门之时 小明妈在猫眼一看 发现一个鬼魂跟着阿强 正是女儿小明 女鬼整天跟着阿强 阿强的时运越来越低 低到可以看见鬼魂了 这天阿强撩开衣服 发现后面上有手指印 因为女鬼每天趴在背后 阿强大声问女鬼到底要怎么样 没想到家里却停电了 那女鬼突然拍到阿强后背 然后跳出来吓她一下 接着又走了 阿强崩溃了 而另一边的小明妈妈 发现女儿鬼魂还在世上 她必须让女儿尽快去投胎 于是就打电话问法师 法师让她坚持念心经 让女儿放下怨恨 放下心中的执着 这样才能让她去投胎 而阿强无论走到哪里 就算是搭车 那个女鬼也会跟着她 她越想越怕 就发了一个信息给辉哥 说她对小敏的死很愧疚 还不如自己也死了算 辉哥看到信息察觉到不对 就出来找阿强 没想到阿强来到一个凶宅 坐在栏杆上准备跳楼 而她身后正是那个女鬼小敏 女鬼突然伸出手 要推阿强下楼 她想让阿强做鬼来陪自己 然而就在此时 小敏妈念完了心经 让女儿放下怨念安心去投胎 女鬼也就消失了 而这边辉哥发现阿强也不见了 她低头看下面 却看到女鬼表妹阿珍在楼下 辉哥抬头一看 发现阿强已经在楼上 她赶紧冲上来捉住阿强 这才救了她一命 阿强终于清醒过来 辉哥也把女鬼表妹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阿强不知道女鬼阿珍为了保护自己 竟然放弃了投胎的机会 在身边守护了十年 然而枉死的人 会不断重复死前的情景 也就是十年里 阿珍每天在经历出车祸死的恐惧 阿强不愿意阿珍继续受折磨 想让她安心去投胎 于是就把阿珍的东西都烧了 请她放心去投胎 而辉哥回到警局工作 她正在跟助手小杰讨论案情 同时红姐突然走进来 问她在跟谁说话 辉哥说在跟助手小杰聊天了 红姐觉得很诧异就去调查 然后把调查结果告诉了辉哥 原来小杰早在几个月前就殉职了 她殉职那天辉哥也赶过去支援 辉哥来到楼下时 小杰刚好牺牲了 她的血液滴到了辉哥的眼睛里 所以辉哥能看到小杰的鬼魂 这世上能见到鬼的人 要么时运特别低 要么是鬼魂至亲之人 还有一种就是眼睛碰到了死者血液 辉哥正是第三种 所以只有她见到了小杰的鬼魂 而小杰假装是其他地方新调过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跟着辉哥查案 她做鬼也想做个警察 如果你是辉哥 以后要怎么跟小杰相处呢